中石油92号油,今日油价,五块两瓦八 大家好,好久不见 这次见面呢,想给大家安利一个产品 Ridex,这个燃油天下剂 这个是我从博安车化 新疆王铁星这本购买的一个 然后同时还购买了一个这个 这是下一次用的 然后现在我是刚加完油跑了17公里吧 说下我现在的感受 这个加油出来之后 我大概是在两三公里左右的时候 就有了比较明显的感觉 所以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油门变轻 然后之后就是感觉 声音也会比原来要小一点 尤其是在这个大脚油门的时候比较明显 然后油耗呢 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加完油之后 把这个每一次的平均油耗清零 上一次的是,上一箱油的是7.3 这箱油目前为止是7.1 因为只跑了17公里 大概是在三五十公里左右的时候 就是整箱油的平均油耗就差不多能稳定下来 之后再给继续做下一步的感受吧 目前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感受啊 就是大家可能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开的是哈佛H419款的1.5T双离合的车型 这双离合的车型可能有些人都比较知道 尤其是像国产的双离合 它顿挫感比较严重 换挫挡逻辑感觉有点问题 就是不顺畅 之前在加这个之前 我就感觉它这个升挡降挡会比较慢 完了我跑了可能有个 大概肯定也就是三五公里吧 三五公里以后 就是油门感觉灵敏之后 换挡也比之前要顺畅了 我原来不以为就是这个和这个和油有关系 想那可能还是变速箱程序的问题吧 补充一下啊 刚才我说这个声音变小了 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说 哪那么夸张啊 你听下去 声音能有多大变化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你要知道 这个1.5T呀 它在蒙采油门的时候 那个嘶吼声是特别强烈的 这个没办法 它排到小 油门踩大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 这天它加完之后 就明显会感觉 那个嘶吼声没有那么强烈了 当然还是嘶吼 它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 有点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